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款12年11月份上牌 3.0的四驱的时尚版 中高配的 它有天窗 电尾 座椅 电动 电加热 机翼 这个是低配所没有的 这台车是本地的私家车 才跑了5万多公里 局部有小刮碰补漆 都已经修复 整体情况没有什么问题 空间比较大 三叉轻 不怒自卫 气场自在 这种车有很多人很喜欢 当时购置原汁也都是50多万 现在毕竟也是拔碎了 但是就跑了5万多公里 里程很少 配置够高 价格还不到17 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 这台灰色的奔驰GLK 内饰是这种双色设计 虽然是12年11月份上牌 它是13款的 带LED日行灯 这是奔驰招牌式的电子钥匙 毕竟是那个年代的年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按钮什么的都是老款 没有现在新款的奔驰的联屏设计 看一眼配置 这个车的配置还是挺全乎的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然后座椅带机翼 前排座椅带电加热 双区自动空调 多功能方向盘 然后带换档拨片 这个是奔驰的这种电子挡 3.0V6的自吸发动机 7速的自动挡 这个方向盘是电动调节的 可以电动伸缩 而且巡航定速在这设计 双天窗 真披座椅在打孔工艺 这个主架是电条的 副架也是电动的 双电动座椅 扶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奔驰的扶手 这里边有这些USB的接口 背座 这是烟灰缸 这是一个取电口 奔驰GLK大家都很熟悉了 毕竟是本地一手的私家车 说明书什么的还都在 这是北京奔驰的产品 大小够用 空间呢 无论西部空间 头部空间都很充足 而且也很敞亮 双天窗设计 喜欢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奔驰GLK的后排空间 也算是够用 坐两个人很舒服 坐第三个人呢 因为它毕竟是四驱的 底下有传动轴 这个地摊高度不算矮 所以坐三个人略显拥挤 后空调出风口是有的 看一眼这个 是扶手箱 这是杂物盒 这个地方折叠 以后是背座 这个奔驰的车 咱们经常卖 很有数 Infox 儿童安全座椅 后排也是真批打孔工艺 但是不带电价热 跟高配的车型相比呢 高配的这是三驱空调 然后还有这个 后排的DVD 这个是中高配的 这个配置实际就足够了 总体来说呢 保护的非常好 八年车停才跑 五万多公里 确实很少 有点小挂碰 瑕不掩欲 价格比较实惠 不到时期 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吧 GLK的车尾设计的 也是有棱有角 这个车型跟那个年代的 那个奔驰GL 还有ML 外观都比较接近 现在GL S 还有这个 新款的GLE 和这个 跟它的换代车型GLC 风格变得比较圆润 这台是时尚版的 带电尾 大家可以看一眼 显得比较高大上 后排的空间呢 这个不算太宽敞 行李箱空间也是够用的 如果您需要 座椅可以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折叠放宝 整个载物空间 能扩展到1000升左右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车的行李箱的容器 毕竟是一手车嘛 奔驰的这些打气泵 还有这个 急救包 都在 这个车的 备胎 是小尺寸的 但是未充气 需要打气泵来充气 基本都是这么设计 当年50多万的车型 现在还不到时期 最主要是 虽然这车八年了 才跑5万多公里 价格便宜 量也足 配置也足够高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好 今天的老胡文达时间 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语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